中央社记者顾全台北三日电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为一例一修争议与民进党立委参序 知情人士今天说赖清德与立委达成共识 轮班间隔例外八小时将把主管机关把关机制入法 由立院民进党团明天提出修正动议 攸关一例一修的牢基法在修法争议不断 赖清德为此于11月29日和30日连续两天与民进党立委参序 寻求共识 劳动部长林美珠12月1日也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会议说明 希望维持行政院版牢基法修正草案中 关于放宽期修一的文字不予更动 并提出中央主管机关把关机制的三道行政措施 第一道把关机制是民国105年9月劳动部韩式一例 一修有三例外如图改业或运输业 媒体采访业观光旅游业是否需要调整 重新检视第二道是放宽期修一的产业 劳动部将召集各部会盘点后一次公告 定期检讨不采企业申请制 如果只是因为人力不足 劳动部就不会同意放宽 第三道则是公告放宽产业会依行政程序法规定 付条件与付期限 在争议较大的轮班间隔方面 行政院版定为原则11小时 经劳资协商或工会同意可允许例外8小时 民进党团总赵科建明在会中建议 为化解一律应将放宽8小时要有目的 事业主管机关及中央主管机关就特殊行业 特殊情况核准的把关机制入法 知情人士告诉中央设计者 经过两天参许与党团大会的沟通 赖清德一与民进党议院党团取得共识 政院版劳机法修正案中 关于松榜七修一的条文将维持不动 轮班间隔部分会将例外8小时的特殊状况 经过主管机关同意明确入法 将由民进党团明天提出修正动议 106万12003延伸阅读领美珠 绝没说过手握方向盘才算工时延伸阅读 劳机法工厅会过劳死劳工家属于悬崖勒马 106万12003